台湾著名导演陈玉珊正式宣布结束婚姻关系 根据最新台妈报道 陈玉珊与丈夫Jason的离婚手续已在两个月前完成 陈玉珊本人在社交平台确认了离婚的消息 她简单地说道 离婚却有歧视 陈玉珊在娱乐圈内已指导青春爱情片文明 她的代表作之一《我的少女时代》收获了巨大的票房和赞誉 然而就在该片的庆功晚会上 主演王大陆的两次公开亲吻行为 却让陈玉珊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提起陈玉珊 大家首先会想到两个闪闪发光的头衔 台湾偶像剧《叫母和少女新收割机》 以及林立在她身后的23部热播偶像剧 最著名的一部《命中注定我爱你》 更是凭借单集平均10.91%的收视率 将近200%的投资回报率 容应台湾电视史上之最 今年情人节 陈玉珊带来了《继我的少女时代》之后 第二部亲自指导的电影作品《易稳定情》 以一个人的成长轨迹来看 《易稳定情》称得上是她职业生涯的成人理 透过挖掘这部电影的幕后故事 或许能对陈玉珊所向披靡的人生有所注解 世人眼中天才的形象有很多种 既有福尔摩斯那样碎嘴型选手 也有江植树这样西字型选手 她开始跟你讲第一句 就猜得到你第十句要讲什么 她跟你聊什么天 所以她就没什么台词 在陈玉珊的理解中 这才是植树看起来很孤寂的原因 虽然在学校里 江植树是别人眼中不识人间烟火的学霸笑草 但是回到家里 她却是父母兄弟眼里孝顺的孩子和温暖的哥哥 也会为了让家人开心 不惜臭着脸大跳舞娘 这种不同视角下的反差 才让人物形象立体起来 角色性格中更多了一份可爱 也恰恰是这份动人的可爱 让人看到了江植树与王大陆共通的地方 而袁湘琴的出现 赋予了这个人物成长湖光 用电影中的一句台词来说 你就是我人生的偏差值 明明是个一事无成的笨蛋 却能在植树陷入迷茫无助的时候 给他最大的支持 成为他人生的指引 两个人的关系 从仰望到被仰望到相知相惜 产生这种变化的动力 根本上还是源自 湘琴本人的单纯执着和勇气 陈玉珊形容女主角 她的人生都在追星了 植树是校园明星 湘琴就是追星少女 能够让角色之间 再现这种羁绊的 陈玉珊认为 林允是天然的原湘琴 事实上 在这部《易稳定情》上映之前 市面上少有电影版本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度 很高很高的改编 原著漫画是一部 少女恋爱日记式的流水账 本身的叙事节奏 更适合电视剧的剧本结构 而电影则是要在短短120分钟内 呈现出五目巨式的 起承转和效果 想要在不损失故事甜度的同时 适应电影化概念 这对于陈玉珊这样的新导演而言 着实是一个挑战 所以我们就更加细心地去经营这件事情的合理性 首先陈玉珊发现 跳脱漫画就现实生活而言 植树与香芹的故事本身很浮夸又不合理 两个差距显著的年轻人 却能完成从校园到婚纱的终极童话 这背后让观众信服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恰恰是以这样的创新为前提 我们才会去选择做这件事情 陈玉珊对娱乐独角受强调 在完成剧本电影化之后 陈玉珊开始思考影像电影化 在他看来 此时重新分析改编意稳定情最大的难点 实际上就在于 故事观众已经看过一百遍的事情 怎样让他看完第101遍还觉得好看 而这就需要创作者 不停地给观众不同的刺激 开始这部电影的时候 陈玉珊给自己制定了三个目标 首先 你不能让旧的人对你失望 同时又要带给他们新的惊喜 其次 是让没有看过这个故事的人 看了以后也能受到感染 从而喜欢上这样的氛围 在他看来 一文定情不只是一个充满上女心的恋爱故事 更是一个有智者试镜成的精神故事 笨蛋追天才 我真的觉得他很励志 让你觉得说即使我们很平凡 渺小的力量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维度上再再来看一文定情 他有机会实现更多 在陈玉珊的作品中 那些刻意布置的甜蜜小心机 总能轻易俘获不同年龄段女性观众的心 因此很容易让人怀疑 导演自己会不会正是一个老练的情场高手 事实上 对于他而言 在作品中与观众谈恋爱 所花费的时间要更多 更多的时候 我首先把自己当成观众 以他们的视角去获得感受 日积月累就能变得专业一点 然后就开始思考 如何让观众也能准确捕获创作者想要传达的东西 在他的眼中 创作者和观众本质上就是在谈恋爱 想吸引观众就要做到有地方时的去喂食他 你什么时候该给他 什么时候不要给他 给他期望就不能给他失望 让他失望三遍也要让他得到一遍 感情中 这种甜蜜的套路 最容易让人沦陷 月盈则亏 水满则意 陈玉珊深谙这样的道理 你不能次次满足他 他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而且不容易得到高潮 开始都会设定一段 很难在一起的爱情 但越是这样才越有看透 观众就一定会想说 我看你们要怎么样在一起 你创作者还有什么把戏 通常在这个时候 编剧的第一首观众 都是陈玉珊本人 只要是我看过的把戏 我就一定要求退稿 因为他是在内心深处 要给观众一个答案的人 当我已经推翻你第18种可能 那我就要想第19种可能 即舍弃原来的逻辑 从头想出新的东西 这正是陈玉珊对待创作的态度 不停地推翻自己 再建设自己 再推翻自己 再建设自己 其实这是一个蛮痛苦的过程 有时候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陈玉珊还会自己黑自己 通常你会直接在作品里看到 主角一脸嫌弃地跑出来说 这么老梗的事情 还有人在演啊 在他骂你之前 你先骂你自己 他就原谅你了 他的经验是 一定要把你的观众 当成很聪明的人在对待 回忆过去走过的路 陈玉珊感慨十足 我最初拍偶像剧的时候就已经结婚了 到现在已经快二十年了 戏剧是一个非常抚慰人心的东西 在婚姻里得不到的在戏里面都可以继续得到 但前提你还是要对爱情有那种憧憬吧 这种感觉哪怕你到了八十岁都一定要有 两人之间的这一行为 虽然被解释为无伤大雅的友情之举 却仍旧引起了公众的热议 现如今随着陈玉珊个人生活中的这一变动 他或许将面临新的挑战和转变 不过我们坚信他将以往在电影产业中 展现的坚韧和才华续写职业生涯的下一章 直播后 感谢观看